- 上一集我們試Street Sport,棍絲表示滿意了,不過兒子是一般的 - 沒錯,他們說1600排費有點貴,而且樣子不夠Sporty - 咦,不過有一個棍絲,放進去 - 咦,真的是棍絲 - 棍絲RZ - 放進去 很奇怪,Hybrid 棍絲是一個迷絲 - 不過其實它又不是第一架,是燕絲才是 - 燕絲才是 - 燕絲才是 - 其實失禮殘契 - 是 - 即是未開過 - 未開過,也是因為嘉豪那次的影片 - 車主又出來 - 給你試一下這輛車,其實很值得說 - 是啊,我覺得值得說 - 因為我和你都和它有故事 - 沒錯,以前我們的阿G就是駕這個 - 而你今年導致駕車,阿ChrisTine,你好 - 阿ChrisTine,你好 - 我剛入行時就試過一輛 - 行貨版的車子 - ZF2 - 所以也很有印像,很有回憶 - 但是那時試車的時候我做了搜尋 然後就說原來這輛車算是在那個年代 可能第一輛用Hybrid技術的日本跑車制度 還有第一批將Hybrid應用在運動層面的車 即是它不是918 它不是P1 它不是Lover 但就是平民版的 不能這樣說 但當年Hybrid給人的印象就是 慳油 慳油 刷滿臭 慢 Leonardo 沒錯 即是環保先鋒 只有環保兩個字 即是與樂趣是沾不上邊的 但Honda 工程師聲稱這輛是一輛無需有罪咎感的跑車 但我想說 我未試到它有幾跑車 但我由一上車 入坡那一刻 我覺得我真的有一個Honda跑車 因為它的坐姿 儘管它是同一輛G-E G-E的FIT是同一輛底盤 第二代Inside也是同一輛底盤 即是前脈翻身 後拖順便 一個很買送車架 或是近十多二十年的Honda 都是這樣的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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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坐下來 坐姿 入坡手感 扭態 我覺得我是駕駛著一個Sport car 這一輛是相似的 與我們上星期駕駛的SWIP SPORT很不同 與我們駕駛的EKCO很不同 不是這回事 這輛是當年有些人提供8-6桶去配 叫做年代的日本跑車仔 跑車 但我認為86是名正言順這輛跑車 很多人都會規格說這輛車不是很快 這輛車真的不快 很多CRZ迷都經常將這些檔案 你不要跟CRX以前說 即是叫你這個期望值不太高 我們數留了一輛 NC MX-5 都是這輛年代的小跑車 這輛車應該已經推出了 但NC那輛年代反而是豪華了 它是追求那種大Size 但那輛車是快的 這輛 老實說 我暫時按Sport Mode 都不太快 它的Sport Mode 電池會給你20匹嗎 是 加上120匹 風直扭力是170多Nm 但推一個1200kg的殼 就說不上有什麼驚喜 這輛車會給我推著它 因為轉數它不算很肯上 其實應該跟大家講解這輛車是甚麼來頭 這輛車叫IMA Integrated Multi-Assist 其實若果你不看IMA這個名字 而看其他特別名字 ISG 你就會知道它跟現在Benz的48RM hybrid 其實是那輛車 基本上是貨車 有空幫助冷氣 轉波之類的 其實現在Benz的電機 馬達都可以給到幾十匹 沒有幾十匹的 10-幾十匹 Torque可能要100-20m 可能是攝場用的 暖場嘉賓 Turbo 未運作前可能攝一攝 和感冒的人攝一攝 攝春 這輛車也是的 但它的電機馬達 都是在說10-幾十匹 封鎖扭力差8Nm 合併起來都是120-179Nm 不是一個勇猛的數字 而它的軌本身 自身引擎動力亦只有110-幾匹 這副1500cc SOHC的NA 不過有IVTEC的聲稱 OK 所以混合起來 沒有聽到Hybrid技術 就是電力很強勁 不是那種東西 不是 完全不是那樣東西 即是我現在駕駛的JS比 有兩樣東西 那套系統已經不是IMA 那套系統是IMMD 即是原理已經完全不同 是另一套系統 所以在一個棍波配置上 就會比較合理 很多時候我不明白 如果是甚麼Parallel Hybrid 即是你想想Prinus那套系統 為何用棍波呢 因為有時是它行摩打的 說真的 它是一個Assist的作用 它是可以行純電的 在40公里以下 不過 它的手機其實還未關掉 不是的 它是在Idle 它只是叫做不走引擎 而是走電 但引擎某程度上是空轉 要轉轉 要不停 要關掉 因為它是連動的 所以這個Hybrid 為何用到棍波 其實就很簡單 又關掉車了 不過進入一波它又是自己 對呀 轉轉 它有點像是 剛才車輪 有點像是Auto Start Stop 它是Auto Start Stop 對呀 根本就是 對呀 只要進入一波就不停 都少駕駛一些有Auto Start Stop的棍波 一邊好像也沒有 最近的就是波子自一身的棍波 對呀 其實這個IMA 應該是Hybrid 應該可以 兩邊做得很好 就是一個油耗做得很好 Sporty感你就覺得不錯了 對 油耗有沒有OK呢 油耗呀 讓我按一下它吧 這個車的Trip Computer 當年廠方聲稱為5Lit 100公里 4.5Lit 100公里也有說過 你當作5Lit吧 5Lit 100公里 如果是一輛跑車來說 都頗厲害 這輛Trip A 走了62.5公里 10.4km per litre 10.4km 即多少 不理想 10.4km 跨近10km 差不多10km 10Lit 100公里 但我理解為何它會有這樣的油耗 是 因為你經常要推出更多力氣 對 因為你經常要踩它 嗯 我試試一下 有得了盡量地板 Game Over 聽到立即會不太高轉 大家聽到 跟Echo差不多 在影片推進前 我想問問大家 有沒有試過天時暑熱時開行冷氣 但冷氣又霉又臭 落大雨時 水盆力不從心 撥得不乾淨 我有啊 我有啊 那還不想想 上HepaKing.com 用QuickSearch功能找找自己款車 找回高效能活性冷氣旅目 換上又淨又淨水的水盆吧 這個埋單 寫著可以入購物 對呀 入了我們Flatout專屬Discount Code Flatout10還有九折優惠 對呀 下單了 別說那麼多了 上車 不要再人看影片 好呀 這個車不是那輛車來的 我覺得這輛車是爽的 駕駛上來你自己是過癮的 但速度不太能給你 我覺得這三千多轉加速那一刻 那輛車的力度很厚 對 但跟高性能跑車真的佔不上關係 對 跟你們經常在心目中 Honda那種高轉的油門 它上轉很慢 哈哈哈哈 會有點像Echo的 像Echo那種計的 對呀 像那些 即是它上轉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對呀 它是盡力的 但它本身本質上不是一個高性能機器 有時候吹鞠不了太多東西出來 對 但我值了一讚是 這些車用電子油門也好 這個油門很敏感 很跟腳的 對 尤其是Sport Mode 但是尷尬就是 它太太跟腳 我空空空空 我空了 停了沒有 我空空空 它上到很高轉 哈哈哈哈 下來了就很久 對 它空轉上轉OK快的 但它的In Gear 上轉不算很快 但你覺得整輛車的操控性是否也不錯 雖然你說是一個買送車的格格 即是它用買送車的BASE 它用大橋街市賣的菜 製造了一個米芝蓮 即是有風味的 有跑車風味 但不是跑車 你覺得跟高度的Paylo比有沒有相似的地方 在這方面 但都是頭輪的跑車 你覺得這輛跑車的Paylo 對 竟然 Paylo很公尺 很軟 這輛車我不覺得它很軟 它是腹筋很軟 它跟Paylo是剛剛調轉了 Paylo其實是格局很軟 腹筋很強 這輛是格局很強 很行 但是腹筋很軟 是大橋街市賣的 姐姐 或者你是用100元三個菜 對 我認為它調校是有些材料的 是 不過 它又有汽車 在棍波車身上 聽到這些你會覺得是不詳 但其實不是 很根據 對 說真的 這個價位是4、5萬 5、6萬好的棍波車 Hatchback 我們都叫做市場幾輛熱門選擇 Street Sport VSST 還有這輛 這輛我覺得是 最有跑車的感覺 感覺嗎 知道甚麼是感覺嗎 即是我拿著波棍 我覺得我自己是在駕駛的跑車 對 整個外面的氛圍 氣氛 給了你 Sports Car VSST 我是Boy Razer Street Sport 我覺得我是青春 青春粗棍仔 的年輕人 這一輛我覺得 嘩 是感覺 有感覺 有那種感覺 外形 是Futuristic 其實都致敬回以前的子彈仔 即是這樣的格局 我相信真正的子彈仔 坐姿會再低 始終90年代80年代的車 你真的坐在地上走 CORROLA也坐在地上 對 再加上CRX年代的汽水罐 那樣的車架 你當然坐得夠低 這個說得低 它不會夠那些車低 但以同年代的車來說 它算坐得很低 還有我覺得駕駛的坐姿 是有點像駕駛86BRZMX5那種 對 我是挺喜歡這輛車給我的感覺 對 但純粹給不給到我想要的東西 它又不太給到 我認識ECOMO ECOMO ECOMO是這個 有空氣場嗎 通常是ECOMO HONDA ECOMO有空氣場 有的 有的 那個大氣場很厲害 會阻礙 但我很喜歡這輛車給我的感覺 也是的 我很喜歡內隆 對 還有我覺得這輛車的故事很好奇 它都拿了一、兩年的Car of the Year 一、零年Car of the Year 當年是風雲車 我們剛才聊天說 這個年代一、幾年的日本車 很多時候是頹目的 迷失 對 我們當時就洗手 一看到肚子就 對 萬年計 因為當時在經歷甚麼呢 歐洲車子 就可以說是最後的榮光 M3、R8 各式各樣的高性能車 即是BBA 白花齊放 各個都擁有它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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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的 engine 就是NA、Turbo 都是處於一個技術 遷風的狀態 日本車這方面 給予環保條例打得很厲害 S2000是09年停產 FD25是10年或11年停產 這輛車出道的年期差不多 NS6 推出了很多年都沒有 說會做之後就做不到 Honda 群龍無首 說性能車或Type R這個部門 根本是停了 所以 Honda 當時跟性能 是這輛車 當時所有人的聚焦點都放在這輛車上 好像有東西回來了 還拿了CR-Z的名字 即是要Triple 自彈駕駛 老實說是CR-X那樣東西 只是說重量1200kg 不算很重 但只有那一輛 這輛車的4-3匹推重尾 推重尾是一般般 有一個覺悟就是不要打算跟別人鬥 你享受自己 我想駕駛駛當時買這輛車 也有這種要型格 玩底燈 底燈雖然厲害 有點節省油 節省油 但試試後又不是很慘 其實有些大龍風 有時會不會不用Hybrid更好呢 即是給它更好的引擎 已經可以了 這輛車不用多 給GK5那輛L15A 8-3匹推重尾 其實沒有GK5 GK5不再輕 起碼你上輛高轉一點 不 它減少了電 它便會輕輕 其實都可以的 拆了後排 應該可以有些看頭 還有你那輛L15A 很多人就有Turbo 又有充電 對 充電 總之有很多東西玩 當然最理想當然是K20 其實當日Honda 若果能夠控制K20 在FD2已經一直繼續做 但若果能夠控制 它才需要停產 不是它銷量不行 是廢氣過不了 是Mission 對 但如果這輛車 你幻想如果有K20A 哇 沒人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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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外國應該有 但我還是看過一些Muggen 加個Charge Muggen版有 但那輛車只有180匹 老實說 搞這麼多東西 180匹 不如我直接下輛K20 不要夠電 我要這個Hawk 這個當年的車架硬度 嘩 但我想說很跳口 這輛車 只是這一段 已經不是CRX那樣東西 CRX更軟的車架 它有Double Whistbone 是很貼服的 但這個 像麥花繩 再加Torsion Beam 它的Ride Quality 跟一輛GSC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這些就露餡了 它的外形是有CRX的神 有旗型 但沒有旗實 不過算了 你駕駛Fiesta ST Sripe Sport Echo 總之 基本上 麥花繩加Torsion Beam 就是這樣的Ride Quality 就是這樣的表現 在這些路況 不過我覺得因為這輛車 坐得太軟了 你更加吃到那些力氣 或者你的感覺很不習慣 因為那些Hatchback 你坐得比較高一點 其實以前走雙搖臂的Honda 其中一大賣點就是 它的過彎表現很貼服 就算車架和人一起扭 但是呢 四雙腳是真的 都繼續 跟骨很靈活地貼著地下 很棒的感覺 這輛車 沒錯 但這輛車 Torsion Beam 加密發展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那種勢力程度 但是如果你純粹說靈活矯折的 那種牙領進去 那種感覺是有的 但是路況一差去 那個鐵褲層就很露餡了 就露餡了 是露餡了 算了 你想想那個年代 你剛好有想買的跑車仔 他可能出現這樣的東西 你是日本車迷你會很開心的 我也不知道 你起碼很期待的 其實我當年是一個中學生 我印象中這輛車就是 我第一個印象是 Hybrid 怎樣棍波 因為我小時候不會研究 IMA是48Mount Hybrid 你以為Hybrid 就只有Pierce 對 即是媽媽一定是女人 怎麼知道媽媽不是女人 是 哎呀 可以有其他 原來有 Gender 原來是 而這輛車不是只有Hybrid 很慘 但某程度上我覺得他算是重現起Honda的PASSION 即是他之後就好像已經是S60 我覺得不是 也不是 我覺得純粹是 那個年代他頂著先 頂著先 頂著先 因為其實他頂到他剛好是1516年左右 他就停產了 然後就是FK2 FK2 S660 NSX 就開始回來了 其實是頂了Honda最難賣的那幾年 如果以現代Honda的試算 現代Honda最頂的就是1016年那期 最頂的了 Honda一屆的馬國名 一個台頂著整個 藍一 那你說這車緊不緊要呢 當然緊要 因為如果Honda沒有製造這輛車 Honda 隨時會撿了 已經被遺忘了 在性能這方面 是 嘩 這個跳得好 嘩 現在不能再充電 立即有點衝勁 中段這段POWER蠻好猛的 但當然我駕駛這輛車 我不覺得我有一個 十足把握是隨時 抽得贏贏 因為它會有機會出現虧電的狀況 即是很快就用了 對 始終電量不是很大 它有機會用了 這輛車有種不夠踏實的感覺 就是糟了 那一刻 你還要駕駛單 糟了 忘記按鈕 有少許這種感覺 出到去才發現大駕駛 大領落 沒有卡 沒卡 忘記穿底褲出 但你的朋友已經坐在這裏 好 讓你買吧 那怎麼辦呢 沒錯 這些位置會有少許尷尬 但 它是很有趣 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樂趣 就是你怎樣可以用你的電 怎樣可以運用你的僅餘 但這輛車是健康的 它的電量上落上落都很快 對 即是 它下落都是一兩格 但回來也很快 可能這些 IMA Hybrid System 就是這樣 即是快來快去 它是電量用得很快 不過Jesse也是 充得快 用得快 它的電量不是認真大的 這輛車尤其是更小 好像Honda做Hybrid 無論是甚麼方面的Hybrid 它也希望引擎有更多介入 尤其 IMA 引擎主導 電機純粹是輔助 It's in the name Motor Assist 其實你在中段那裏都可以 可以的 但我只要說OK 不可以說是那一段 那一段我不敢說這輛車 是有能力去Q型一些車 即是有些車你很有自作 我贏硬的這一段 這輛車就沒有一段贏硬 全部時間都是你自己 陶醉在這個 棍波樂趣 陶醉在坐的位置 沒錯 我喜歡這個天幕 有很多人說跑車不應該有天幕 但我覺得當年CRZ 要環保小先鋒 都賣得貴貴的 我記得這輛車要二十多三萬 有個天幕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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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我記得有個天幕仔 好像豪華一點 開陽一點 挺開心的 那個Vibe 給你 我其實挺喜歡內隆 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它都不勾 不勾 Honda做內隆是厲害的 Honda做內隆是一般般的 其實內隆跟當年的Jazz 其實是相似的 不過它的擺位上有些不同 令你覺得很耳目一身 還有少許S2000感覺 對 這些那麼近 我很喜歡這個按鈕 對 好像一顆融化的糖 E保 還是那些後糖 那些硬糖 我喜歡這個 其實內隆是漂亮的 漂亮的 又多Curve Curve 不過如果背後座 真的坐人很純 或者基本上坐不到 我看過腳位 你明白洪嘉雷當然要換車 對 當年的86也算是勉強 可以塞下一個人 但這個是塞不下一個人 日用駕駛Ecomo 因為Sportmo的油門反應 是太硬的 對 很強調它要硬 但通常油門反應這麼硬 就是馬力不夠的車 通常就是這樣營造 一種令你覺得很爽的感覺 對 Ecomo雖然在塞車狀況 是比較適合的 是挺好駕駛的 它是日用的話 但我認真省油 我想很難拉低的數量 但我覺得它的成功和失敗只是一年不至差 對 Honda 其實很大膽地做了一件 到今時今日都好像沒有哪間廠夠膽做的事 是將省油環保這件事 和運動表現結合在一起 沒錯 有哪間夠膽這樣做呢 有的都是那幾個巨頭 即是那些Hyper Car 它的行士某程度上是引用外星科技 去加持他們的Hyper Car 而且他實在地告訴你 其實在環保可以參加音樂機 vable都有樂趣 大家可以經過享受 不是有幾百萬ів才可以 所以垃圾精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architecture IX.11. Pakistan 在日本車潭欄館 其實這輛車最經典的一個亮相位 就是在GT 車輛永遠都會用來做一星駕駛多少公里的挑戰 好像在GT7 也有 但在GT6 總之它有一個挑戰 就是駕駛的CIZ 駕駛一星駕駛的車輛 盡量走得這麼遠 但是否比你駕駛的CVT 更爽快 但你說CVT 都快一點 CVT 當年試駕駛的 其實是上後期版的 CVT 又快一點 而且因為Sport Plus Sport 那鍵可以自己調校 即是電雞有 總之1.50%的電雞有電 按就可以了 真的有明顯的 按了就會覺得 嘩 真是 Dominus 當然沒那麼嚴重 那棍波的手感好嗎 好 好 不是最好 但挺好 即是是現代Honda 人們不喜歡那些東西 一定比Fiesta和Swift Sport 這個一定好 最差的是哪個比較差 Swift Sport 還是Fiesta Fiesta較差 Fiesta較好 但這個感覺是很機械的 我覺得CRZ這款車 我覺得玩CRZ的人 對他們來說 這部車是一個階段性的車 有一種車是你會很願意保持一輩子的 但這部車當然會保持很多年 但我對大部份玩CRZ的人來說 它是停止了一個Face 因為之後的人就會想要再上 對 即是無疑這部車給駕駛感 是不錯的 入波手感 操控其實也挺好的 外形又英俊 但如果你玩到差不多 你對性能有些追求的話 這部車很快就滿足不了你 其實它的極限 我們短短由大部出來已經體驗了 但這個是引擎上的極限 當然有彎路的位置要下距離 對 即是可以距離很久 如果沒有接觸很少車的話 你可以玩很久很久 但有時玩車最重要是私人的車 對 私人的車是好玩的 有些住家菜又不喜歡吃 又喜歡吃味精的東西 很流行的 試一次不能回到那些車 沒錯 這部車究竟能否受到外間的誘惑呢 如果你擁有它 我覺得你追忌思高馬力的車 對 其實它失敗的原因是 當年人們都已經很快倒出到 但有時現實的無奈氣 很難去 其實這部車是有人認為失敗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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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是 沒甚麼 因為昨天的死因是它不肥胖 亦都沒有節儉 即是兩頭就沒有按照 但我所說是成功與失敗之一線之差 它只要肥胖一點 它都沒有問題 或是節儉了一點 不算了,其實節省了 其實那個年代,不要說CRZ FEIT的Hybrid,GE的FEIT Hybrid 都沒有節省的,就是Deal Clutch 不是的,GP5才是Deal Clutch GE是這個套機的Mount Hybrid 所以都是有運和 其實是沒有雞辣的 但那個年代Honda的技術就是還在玩IMA 去到GP才行Deal Clutch Hybrid 我忘記叫IDCD 之後去到GR世代的JAX或FEIT 稍後用IMMD IMMD這套系統雖然已經與棍波尖不相關 亦都真的用不到 除非有些古怪棍波 甚麼?古怪棍波? 有些古怪棍波另計 對啦,但是... 對啦 它要省油,就是要去到IMMD IMMD都能夠給予表現 其實都快的 不過就沒有棍波 所以這個已經是最後用到棍波的Hybrid 不過算了,豐田連電車都搞到棍波 這個顏色沒有說不可能的 假裝轉波 Tuby仔,我們車試完了 但都要試試後座 看見好像很棒 沒錯,因為洪家豪說坐不到人 先看看他才坐不到人 看看HL 是否要怎樣製造 CL7椅子 是否不行? 是否有一個 Quick Release 不是,因為CL7椅子是沒有預料的 對呀 對呀,CL7不是Copy 搞不定 要逐個逐個扭 但是扭到了,不用怕 好,來了 坦白說你幫我扭回正經理 坦白說你做一個人版 許冠傑的人版 嘩,怎樣坐? 我先,我的Angle也要按進去 賽車 不是呀,它是要這樣扭的 嘩,搞不定 這個令我聯想起我四個去Fuji 看的RCZ就是這樣 真的笑臉虎 對呀,頭是頂著玻璃 這個只能頂著車 要不然我是這樣 其實不就像在太空館看電影一樣 我現在只看著C0 C0 在軍樓或Isaac上去坐 是否你們平時的姿勢 嘩,怎樣再後一點 可以嗎? 來吧 Isa現在坐回自己的姿勢了 試一下移動,可以嗎? 你試一下移動,我會叫的 嘩,不行了 不要再後一點 這個最盡了 最盡了 我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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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踩不到C0 但Isaac這樣 繼續放下去了 我想說這個後座的確實是… 不如不要弄 算吧 Isaac 你小時候怎樣坐? 你小時候? 以前M6 UnderM6就坐到了 OK的 我們是在這裏 是否有一個國家版本沒有後座 美國版本沒有 不如沒有更好 沒有更輕 起碼放了東西 如果你想不撐住它,你撐住後座吧 但這樣也好 你對著它無語問瘡 而且你這樣一被人… 有甚麼觸碰有甚麼事? 有 硬硬的車尾 你的頸子是很無保障的 所以其實這個後座絕對不人道 比起很多Coupé 有沒有頭枕? 沒有 沒有 吊吊 它只是一個座椅 所以如果你想坐四個N 就算是節省一點 那是甚麼呢? For fun 不如下車吧 不如下車吧 放人吧 你覺得這部CRZ試完了 是否你心目中 你知道人們說它好像很失敗 你覺得真的嗎? 我經常都說一句 它是失敗和成功的一線之差 例如它硬要做四座位 其實是很無謂的 它接了一排燈 這個尾箱比起很多所謂的Coupé 都要大 以前我們有一枝一架梯梯 沒錯 剛才之前開這架梯梯 出外景拍攝車會的東西 整架梯 這樣放進去又可以 沒有問題 是很方便的 所以這架梯梯 其實你 它是否一個好車 是好看你的用車需求 亦都好看你懂不懂得去 扔它 究竟是甚麼 對 股市的血脈 如果在 好沒有 如果你的前設 是預期它是一架CRX 子彈仔後代 子彈仔計四人 子彈仔 甚至你當它是發拉雀 你也會有一種失望 因為它真的不快 沒錯 它那種不快 真的不快 它那種不快 我都說 我們剛才說的 它重了一點 其實它輕一點 我想整件事就更好一點 沒錯 剛才我問你一個靈魂敲文 你覺得這車需要輕量化 還是需要多點馬力 我和你都認同 它輕量化就是解決了很多事情 因為現階段 它節儉就說不上很節儉 快也說不上很快 但你喜歡輕量化 它就可以又節儉 又快了 所以這車叫港電給我Own 我都會插上後排 讓它輕輕一點 找些東西去減重 所以你覺得漂亮不漂亮呢 我覺得內外其實都是一架漂亮的車 沒錯 而且坐在你這個 很Sports Car的姿勢 當然好像坐得很低 但至少不是一架FIT 不是一架Jazz的感覺 沒錯 至於二手價錢 大概四萬多五萬元 已經買了一架棍波 即是漂亮一點 可能再貴一點 那值不值這個價錢呢 我覺得是OK的 即是以年份的去算新 沒錯 以及以外型內籠的設計 它都是不過時的 不過要關心一件事 就是儘管這車的機件是很reliable 零件都還能買到的情況下 它的大電會是很多車主的 我覺得是計時炸彈 我記得俄華車的那輛 是不到二十多萬公里 就回Honda換了 終於頂不住了 對 要一萬多兩萬元 我聽到一萬多兩萬元 我心想 四分之一車價 一來 二來 這個電的投入程度 又沒有Hybrid那麼高 都要那麼貴 不過它也有一個好處 就算Touchwood有一天 它的電壞了 它的車也可以照行 有引擎的 不過只是再慢了 碎弱了 觀眾們 不知道你們喜歡這一代的CRZ 這麼多代的 可不可以說到子彈仔呢 你們最喜歡哪一代呢 你有沒有駕駛過這部車呢 洪嘉豪快點用楊文業的帳戶 沒有錯 但洪嘉豪的底燈真是很棒 洪嘉豪跟我說 他投了K20就去買 我跟他說你買DC就行 我跟他說練好演唱會 我經常跟他聊 除了like和subscribe 就當然還有按下鐘仔 喂喂喂 還要記得share買給朋友